好,我们继续上一小节 把那个ER图给大家画出来 我查了一下 其实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就是我鼠标这个地方 这个Connection 我连错了 连到一个别的远程 让我服务器上去了 远程我又没在内网 所以我连不上 换成Loghost之后 应该就可以了 一直点下一步 让这个地方选当前的数据库 Continue 然后Excuse Continue Close 这样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话 左上角是个缩列图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ER图给画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之前在PPT里面 展示的当时做外界的时候 那个ER图 就是这个图就截了 把鼠标放上去之后 大家就看一下 Loghost里面这个UserID 其实对应到这个UserID 对吧 这也是个外界的关联关系 OK 这个图呢 你可以自己导出来 也可以关掉 反正什么时候 也可以随便生成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吧 建完模型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 看一下PPT里面 建模外界都有了 对吧 同步到数据库 接下来呢 就是增生改查和连表查询 那我们肯定就先搞这个 Create吧 先创建 创建我们这儿 就专门建一个叫 Create.js就好了 OK 这里面创建嘛 按照模型去创建 一个一个的数据 对吧 就跟我们之前用 那个引字的词语句一样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引字的语句 不记得的话 可以回去查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什么 用到就那个 Blog和User这两个模型 OK 这样模型 我们可以通过Model 这里面去引过来 对吧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创建 创建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创建数据库 它数据库 它是属于一个 Io操作 对吧 就Io操作呢 我们在弄的JS 都要Eboot去进行 对吧 Eboot操作呢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用Asanque Await的方式来操作 所以说 我们接下来会写 很多Await的代码 就是要Ebo 创建什么 Ebo创建什么 对吧 为了保证 这个Await代码可用呢 最外层 我们要执行一个 Asanque的函数 OK 这样就行了 我们自动执行 一个Sign函数 前方写个碳号的意思 写JS比较早 同学可能会知道 写碳号的意思 就是如果前面的代码 有一些什么 不公开的问题 它会从这儿 给你隔离开 碳号嘛 就是一个非嘛 对吧 它会当作一个语句执行 不会因为你前面 稍写了个非号 就影响了 这个函数的执行 也是自保的一种方法 对吧 我们就继续往下写 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 叫张三的用户 Await代码来的了 Await代码后面 肯定是要加一个 Eboot 对吧 user.create 通过create方法来创建 好 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写 username等于张三 对吧 这个username 肯定要和 model里面 这个列的名字 对应起来 对吧 要不然的话 你插入不进去 然后 password等于什么 123 然后 nickname等于 按字 张三 OK 这样的话 其实执行这一句 就已经把张三 这条数据给拆进去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 注释放到这儿来 其实我们当时 在学策畏语句的时候 这一步应该是怎么执行 indult into useless 后面是列 对吧 values 后面还是每列的值 对吧 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这个地方 写password的时候 还要通过一个反应号 把这个password 给引起来 因为password是一个 关键字 不能直接裸在网上用 是吧 我们就删掉它 总之它 这个地方对应的 就是这个 indult的语句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 什么呢 看一下创建出来的 这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儿 可以打印一下 console log 然后张三 冒号 它出来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张三点 data values data values 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创建完之后 它返回一个结果 到张三这里面来 对吧 变量中来 我们通过这个变量 叫data values 就可以获取到 我们创建的 张三的这个数据库 里面存了每一列的数据 OK 那我们先不继续去创建 用户 创建blog 我们先去执行一下 看看到底能不能创建成功 以及它返回的是什么 node src create OK 大家看 它执行完之后 执行这个sirc 它返回的是什么 是张三 然后ind等于1 大家看ind等于1 然后username等于什么 possible等于什么 包括creted.at和 creted.at都有 对吧 也说我们通过 打印data values这个属性 就知道我们所创建的 这条记录到底 OK 我们就知道 它所创建的记录 到底有哪些信息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数据库 查一下 好 很符合我们的预期 是吧 就都已经差不多进来了 所以说 create这个函数 就对应到我们 这个字色语句 对吧 张三的这条记录 就对应到我们 张三者data values 这个数据对象上 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 获取这个 张三的ID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张三.data values.id来获取 对吧 因为它返回的结果里面 确实有个ID是1 而且这个1 是我们创建完之后 才知道 实际库有没有 插入的这个数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创建 创建一个理4 那为了不影响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删掉 给例子 from users whereid等于1 删掉之后 我们将会再重新创建它 好 删掉之后 先给它数数掉 好 已经没有了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创建 创建这个理4 在这 create 然后下面 我们直接考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拿到 理4的ID 然后这是 理4.data values.id 对吧 这是创建用户 然后我们接下来 再创建博客 创建博客 比如说 block1 复制成 OK一次 block 用block.create 这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就快点写吧 pital等于什么 标题1 content等于什么呢 等于内容1 好 还剩个user.id 对吧 user.id 也就是说 user.id就是 谁的ID 谁创建的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 我们刚才回去的 这个章3 ID 是吧 那我们就直接 再打印一下吧 consult.log blog1 那我们看一下 blog1 同理 blog1.data values 看它有没有什么 对吧 好 那我们就锁到这儿之后 我们再创建一下吧 突然想到这儿 好像有一个小问题 之前的 就是content的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设的是个test 对吧 就不是词语类型的 词语类型它是 Watcher255 对吧 Watcher255 对于内容来说 肯定是少一些 所以说我们这个 原网改成了一个什么 tags 那就是我们之前在 MySQL里面设的这个 tags的类型 它是很长的一个 词语类型 有内容 它要存现长的词语 对吧 就和这个strain 做一个区分 strain只能存255个 这样的话 我们就重新同步一下 重新同步一下 我们重新看一下 好 同步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blog out table看一下 好 大家看这个content 确实是改了数据类型 对吧 tags 是我们的生效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 执行这个创建 我们看一下创建的结果 OK 创建完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 打印的情况 张三这个是 刚才就打印出来的 反正这个blog1 是我们在代码中 这个地方打印出来的 就是我们blog1.values 就是我们当前创建的blog1的 所有的数据内容 对吧 其实也一样 id title content 一个userid userid就是1 对吧 因为我们这边写的是张三addy 张三addy 那肯定就是1 对吧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数据表 其实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创建了养工用户 然后我们看一下blog 有 对吧 有了 OK 那我们可以继续写 我们继续写吧 我们再创建几个微博吧 创建几个博客吧 创建博客2 内容2 也是张三的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博客3 标题3 内容3 这边写个李四addy 这儿再写一个博客4 标题4 内容4 也是李四addy 那如果我们再次执行创建的时候 其实就会把这个里面 所有的都执行一遍 对吧 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已经有了张三和李四 这两个用户了 对吧 如果我们再去执行一遍的话 那就会创建两个张三 两个例子 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可以先把数据给它同步一下 一同步 它会把数据库重建 这样的话就数据就没了 数据没了之后 我们再去重新进行create 重新进行create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数据库里面 就有我们想要的值了 就这个时候 用户也是两个 然后blogs 这是四个 对吧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创建的一个逻辑 就是我们把用户和那个blog 都已经创建好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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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